齐君卯时上朝 陈时退朝 而在朝义之前 国主的恩典便会送到伯望侯府 雷霆语录 巨士君恩 罚不可避 赏不可辞 齐君既然许了众玄圣的恩请 以其人阳国战场的功勋换取众玄尊纪下学功修行一年 众玄尊就根本没有拒绝的资格 甚至于帝使一道 他便要即刻出发 众玄圣人马不歇 一路赶回林姿 屡遭碰壁 多赢冷辉 不惜以天下民宫秋山宫相赠李龙川 只求李正书欲前一句话 这把功原本可以换足够多筹码 乃至于狠下心来 用原本打算留给自己的纪下学功修行机会 困住众玄尊一年 这还不必说耗了多大人情 换得去东华格外等候的机会 又用了多少资源 才将话递到李正书尔中 这一番 付出不可谓不大 逆转不可谓不艰难 此等重要时刻 他当然不会错过 从东华格出来 他便直接拉着将望去了济门 济门是林姿西边南守门 西城门中 自南而北第一门 与东面北守门 东城门中 自北而南第一门 也即设门相对 设为土神 计为古神 大地承载万物 古物供养万民 设何计 都是礼仪所定 天子虚的亲计的 故设计本身极有天下之意 设计之门 自有其重要意义 东面对海 以地引海暂且不表 而西面济济门之外 就坐落着鼎鼎大名的济夏学宫 齐庭是将济济夏学宫 当作供养万民的粮食来经营的 是其为设计之本 可见众事 耳闻已久 自负齐来 众玄尊这个名字就一直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在耳中 而在济门外 江望才第一次见到他 此刻 尚在卯时 决定整个国家命运的朝会 仍在波澜不惊地召开 天刚微亮 林姿从秋日的夜晚中醒来 街上已经有零星的摊贩出现 无论超凡与世俗 每个人都忙于自己的奋斗 江望与众玄盛便站在城墙内 身后城门已开 城门手足全兵全甲 目不斜视 而在长街那头 走来一个白衣男子 他的白衣穿得不甚妥贴 像是刚刚睡醒 便随意找了件衣服 往身上一批 婴儿很有些凌乱 在极重仪表的世家子之中 这简直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然而他从长街走来 像一路梨花开 整条街只见他的风采 一对剑眉鞋插入并 有一种跳脱的风锐 眼睛漆黑透亮 像其盘上定下大龙生死的最后两枚黑子 偏偏嘴角总擒着笑 像是谁家的浪荡公子 又将这种锋芒与伶俐演去了 令他变得容易亲近起来 最能体现这种气质的 应该是他的鼻子 是那种青山明媚的高 却并不让人感到险峻 依领处搭的随意 因能引剑玉碗般的锁骨 与其下鼓起的肌肉 无需众玄圣介绍 将望自然而然便知这是谁人 此时才能从他身上移开目光来 注意到在他身前引路的 东华阁的太监 这太监既是宣祺君口谕 也有监督众玄尊即刻入计下学宫的责任 算得上是内庭里有些地位的 偏在众玄尊前面 瞧起来就如小丝一般 体型肥胖 笑容满面 看起来有些人畜无害的重玄圣 就在城门这边等着 带他们走近 才笑咪咪地道 递来为兄长送行 仲玄尊停下脚步 深深地看了仲玄圣一会儿 嘴角翘起 我的胖弟弟 你真让我刮目相看 仲玄圣张开双手 展现自己的身形 弟弟吃得这般胖 就是为了让兄长不必刮目 也能看得到 他是真发了狠 舍弃所有功勋 就只为宋仲玄尊进季下学宫修行一年 他早前本想利用季下学宫的修行机会 拉近与仲玄尊的修为差距 而现在不得不将这机会拱手送出 反而加大两者之间的修为差距 只为了在仲玄尊连番攻势下缓过气来 并一举反攻 在是不可为的情况下 索性放弃了个人修为的追赶 选择势力上的赶超 可以说 这一局 把面羊之战所有的收益都堵了进去 而对仲玄尊来说 人在家中做 圣旨添上来 突然就被告知获得恩赏 得到了禁忌下学宫修行的机会 时间是一整年 这意味着他对仲玄尊发起的一系列攻势 就这么戛然而止了 还没来得及最后落子涂掉大龙 整个棋盘就被人端走了 而后对手慢慢的下 自己只能干看着 甚至看不到 在祭下学宫修行一年 这的的确却是天大的好处 但比起整个仲玄家来 孰轻孰众 仲玄尊并未有恼羞成怒 仍只笑了笑 以后还是要少吃些 太胖了对身体不好 即使与其敌对 姜旺也不得不承认 此人风度灼然 是一等一的人物 仲玄尊拱手道 谢兄长关心 仲玄尊一回礼 我还未谢过贤弟为我情赏 姜旺看着这一场温暖的一幕 心中只有四个字 胸有地公 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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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庞儒永远横定 永远清晰的脚步声 从靠着城墙的那条路响起 而后一个极高的身影 便大步走来 他从细微的尘光中走来 仿佛剖开了天色 见而清晰 具体 黑色五幅显得简单 干脆 长脸 高鼻 睿眸 正是在天府秘境外曾见过的 大旗君神姜孟雄关门弟子 号称当是最强通天境 打破了过往通天境极限的男人 王仪无 这本是可以预见的事情 因而无论众玄圣还是姜旺 都没有什么波动 唯独众玄尊 笑了 这是一个真正释放的笑容 倒不是说他之前与众玄圣谈笑就有多么虚伪 而是唯独此刻 这种笑容才是完完全全发自真心 敞开心怀 体现的是完完全全的信任 城里的这摊子破事 就交给你照看了 众玄尊侧头看着他 笑道 王仪无不苟言笑 只道 你安心修行 而后众玄尊头也不回 便白衣飘飘 往祭门外而去 走得随意 潇洒 竟再不多说一句话 东华阁的太监一刻未停 口欲极下 便动身赶至薄望侯府 未经同意 在这太监的眼皮底下做什么事情 是对齐君的不敬 所以若要做什么 若有机会做什么 只能在东华阁的太监宣旨之前 能够在东华阁宣旨太监到来前 提前那么一会得知消息 这已是众玄尊首眼通天 而他选择了 通知王仪无 哇尼的哇尼的不该有票 行本来发到的人物的太监纫 并ช statements